好 繼續我們要帶您來看到了 這也是一個新紀錄在台灣 這個買住宅 總價最貴的在這裡 好 我們來看潤泰集團的總裁 尹衍良 哇 今天潤泰雙熊嘛 大家我們剛剛提到都長停板 好 那麼尹衍良他買了 這是自家的這個建案在中正區的 松濤苑 總價創新高 好 其實呢 我們看到了這個潤泰蓋房子 也是很有自己的一套 我蓋好 再來賣 慢慢賣 這個松濤苑蓋好了 那麼其實呢 真的都是超級大豪宅 他買了多大呢 他買了300多瓶是頂樓 然後呢 在頂樓買了還要付9個車位 結果他買了8.75億元 一瓶算下來是260萬 好 那麼買到了這樣的一個總價 現在在台灣最貴的豪宅 其他的一個房子呢 來看松濤苑呢 這個我們的尹總裁 他是第一戶成交的 然後也可以貢獻這個潤泰星不少的EPS 不過呢 我們來看看 其實目前在台北市的一個豪宅 黃翔玉居呢 一瓶是276萬 仁岸一瓶呢 是每瓶240萬 他260萬 現在看起來好像挺給彭總裁面子的 工人鑽地 其外牆忙進忙出 還帶動工中的建案 還沒完工 已經受人矚目 因為新主人正是潤泰集團董事長尹燕良 一般就是植物園 營養樓買的豪宅就位在博艾特距離頭 而且他相當大手筆 買下頂樓一次出手就是8.75億 豪旗出手 營養樓買自家建案 頂樓戶面積328坪 加上9個車位 砸下8.75億元 寫下全國最高總價 還有單戶購買最多車位的豪宅記錄 換算下來一坪260萬 比開架的280到300萬元便宜一些 營養樓的加持不但成功替自家豪宅代言 潤泰新 處分利益也將超過4.86億元 預計本季就可以入账 對美股權益貢獻0.41元 政府打房對超級豪宅似乎沒有太大功效 今年光是單價250元以上的請教案就有4筆 比較知名的豪宅 比如像我們剛剛聽到的 比如說松涛苑 黃香玉聚 或者說蒂寶 這類的豪宅的話 它的價格可能會越來越高 但是相對而言 如果它的條件沒有那麼好 那可能建商也不是那麼知名的案子 它可能在價格的部分來說的話 就是相對而言 它比較長不起來 房價登陸之後 單價破200萬的豪宅 低名依舊是黃香玉聚 每瓶賣到270萬 第二名松涛苑260萬 仁愛品240萬 看得出來金字塔頂端課程 買方出手照樣不手軟 37.0 透明明視頻 才不知道